然後它的烤肉醬 因為有炭烤的那個香味 所以它那個炭香是 直接布著在上面 那上面不是只有表面 它是連最裡面的那個內餡 它都有充滿炭香味 它這個米腸烤到有點爆皮 骨皮那種脆脆的 然後香腸好扎實的這個肉 絕對是35塊 真材實料你知道嗎 這一家店從來沒有 被媒體報導過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它真的非常低調 老闆就是個性低調的人 是我們製作人在這邊 求了... 情緒勒索 情緒勒索 因為它是學弟嘛 對面 可能這邊也是有她的學弟妹 對不對 有沒有 有情感的部分來感化 情緒勒索 對 好 姐姐已經給我一份 這個大腸包的 一套了 它的份量 對 它有沒有 沒有比較小耶 沒有吧 妳的尺寸 我先道歉了 是吧 這個我真的要先道歉 因為妳要道歉了 不是 因為它的香腸 其實跟無尊常在錢貴樓下 輸的那個尺寸差不多 對 妳講話講快一點 我剛剛以為妳要說什麼 我想妳怎麼知道 我嚇一跳 錢貴 錢貴無尊 在KTV樓下有尺寸 是直接真的是整條 因為有些比較便宜的 是刮刀啊 妳知道嗎 對 切一半 它會切一半 我就OK 手工感 就是手工的那個皮的味道 對 我懂你的意思了 這位對面的學弟 如果我是坐在對面讀書的人 我大概一個地方買三天的 可以耶 真的可以耶 你才處怪太不得心了 這個味道你真的會記一輩子 如果說你到外地去工作啊什麼的 都會想見 而且這個味道它 你會發現它是完全沒有加其他材料 沒有加酸菜 加薑片 都沒有的 可是... 對耶 有沒有 這個原始的味道耶 我覺得還是很滿足的 就是我們最小時候那種 在香腸攤買到的那一種 有沒有 而且還有其他品項也可以點 對... 還有很多很多 我沒有想吃的 我沒有想吃的 我跟你講吃雞屁股 因為老闆有那個燒烤台嘛 它那上面 很浪漫 它是屬於那種Q嫩的口感 是汁性的 然後它那皮不算脆 但是是有彈性的那種 而且這個是一個好屁股 對 是個好屁股 因為烤得夠乾 但是裡面就算是濕潤的 然後骨頭也是都烤 整個是整個可以吃掉 你完全... 對 就是直接放只會剩下車 好 那我想看... 我想拌... 你想拌... 你先拌兩次 講了就要做啊 不用啦 有沒有啦 好吃 那燒烤攤有另外一個靈魂 甜不辣 甜不辣 滿重要的 而且這個不是給你一般那種 混很多的甜不辣 這個好像有加牛棒在上面的 它有道耶 它有牛棒 好像有牛棒絲的那種牛 第一種有它還沒蒸就好吃了 你露出了一個最真實的一笑 因為我超會吃的一笑 你還沒有講口感 你的那個微笑子就讓你覺得 你是不是剛剛心笑了一下 它牛棒的字其實是很多 但是剛剛好 就是一絲一絲的像筍絲這樣 帶點味道 對 然後這魚漿的成分也很高 這個這麼大片的米血 真的好大喔 15塊 我以為這個15塊米血 可能就切斑了 它是整片的香味 因為它很薄 所以它在烤起來的時候 它很容易會熟到裡面 所以它味道其實這個醬啊 很容易就進到最深層 然後它的烤肉醬 因為有炭烤的那個香味 所以它那個炭香是 直接布著在上面 那上面不是只有錶嗎 它是連最裡面的那個內餡 它都有充滿那個炭香 這家好吃耶 這個厚薄肉醬 我覺得這家好吃喔 真的好吃 如果在附近的話 晚上真的要就是買了 然後這樣 費者慢慢吃 買爆 可以吧 兩位 35塊也太吃了 我吃完兩串